台风尼泊特下午1点45分在中国福建省泉州石施市登陆 而且风力已经降到了10级 属于强热带风暴级别 尼泊特预计以每小时15公里的风速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强度也持续的减弱 尼泊特登陆前连续三小时的强降雨 导致福建莆田市一所老房子轰然倒下 市中心也泛滥积水 车辆核行人必须涉水而过 交通陷入瘫痪 接到水位高涨 消防人员就从陆中央救起了一名受困妇女 中国中央气象局原本预测尼泊特中午前后就会抵径 早上也发出了台风黄色预警 严阵以待 厦门航空也取消了今天往来福州 厦门 泉州大量航班 渡轮也停航 尼泊特在昨天清晨登陆台湾 暴风圈在今天早上就离开宝岛 带来的严重破坏处处可见 一天内发生了1800多起事故 包括树木被连根拔起 告示牌和招牌被吹落 这次风灾造成三人丧命 142人受伤